珍珠是一种有机宝石,常被称作珠宝中的皇后,一般被分为海水珠、淡水珠、人造珠三种类型。 浙江省珠基市山下湖镇被称作中国珍珠之乡,其淡水珍珠年产量占中国的80%,全球的73%。 20世纪70年代以来,珠记珍珠养殖业从以集体为主,拓展为集体个体并驾,再到线上电商独秀,现在珠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淡水珍珠养殖加工和销售基地。 近日,记者走进位于三夏湖镇的一家珍珠公司实地探访,工作人员现场展示了开蚌取猪的过程。 珍珠和磅的话,基本上三到五年左右,它就会成型了,因为在时间短,它比较小,时间长了,它就会老化了,珍珠就不好看了。 我可以看,我数一下21粒,21粒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数量,它就是一磅多株,但它不只是产珍珠,它的肉和壳都是可以加工的,肉是可以吃的,也可以做成饲料,壳是可以做成工艺品。 据了解,一些企业还将珍珠产业和文创结合,设立了珍珠博物馆,创意工厂等等。 顾客在购买各种产品的同时,也能从多个方面了解珍珠文化。 像我们走到第一个区块,就是讲述了珍珠的一些东西方的一些文化。 第二个续听的话,就是会有展现的是一些东西方的一些溃宝,我们又成立的是一些西方的名媛,他们身上佩戴的一些非常有标志性的,有时代特征的这个珍珠饰品。 然后再下去是第三个续听,我们会看到的是珍珠的一些百科类。 参观的人很多,因为我们这边不仅仅除了博物馆,我们还有一个创意工坊,它上面会有体验的功能,包括你可以看到我们上面的工人,它是在现场的有这个挑选,还有打孔,还有我们可以做一个DIY的操作。 近年来,当地高度重视珍珠产业的发展,运用互联网家思维和跨境电商平台,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,形成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珍珠行业龙头企业和持续发展的产业集群。 珍珠已经成为山下湖镇的代名词,珍珠产业在这里意义生辉。 山下湖镇产品的话销往全球各地都有,2018年它的珍珠产值是接近400个亿,山下湖有企业,珍珠企业2400家。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加快珍珠小镇建设,今年就2019年呢,山下湖镇会建设一系列的项目,包括珍珠博物馆,珍珠湖,珍珠文化街区这一系列。